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线12 毒品一日不绝 灰剑一日不绝 现场准备 5 4 3 2 1 昨天中午12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州 进洪市官安局禁毒大队 在景洪市景哈乡开发区破获了一起特大的贩毒案 32岁的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李静忠 在抓捕毒贩的过程中不幸进步中枪 经医院抢救无效 于当日下午1点20分英勇牺牲 目前官机关已经抓获毒贩一名 缴获枪支一支 毒品21公斤 这个新闻发生在2016年的11月15号 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各位都看到了 凡是有贩毒的地方 基本上他们手里边都拿着枪 枪毒河流目前已经成为毒品犯罪的一个最新的特点 好 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围绕着枪和毒展开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线12 好了 这期节目是有责任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码 纪念连几码 你为什么要贩卖毒品 都在你室备了 车子上除了毒品还有心情 还有什么下动 还有一把枪 好 这里就是正在播出的热线12 我现在手里边拿了一把枪 各位不要害怕 首先跟您说 这把枪是仿真枪 但是这种枪同样能够打死人 这就是刚才那个短片当中 那犯罪嫌疑人交代的 他们用的那种枪 那犯罪嫌疑人呢 是在这个贩运毒品的路上 被我南京警方给抓获的 根据这名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南京警方又抓获了 其他六名犯罪嫌疑人 除了缴获大量的毒品之外 还有五把长短的钢珠枪 尤其是要注意的是 当地警方说呀 在抓捕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 其实呢 已经把那些弹药和钢珠都给压上了 也就是说 这帮人想拿着枪 意图反抗 那整个的抓捕过程中 可谓是惊心动魄 我们前期啊 以侦破这个案件啊 还有结合我们以掌握的线索 发现有一个南京人叫顺某的 和这个藏某 有这个重大贩毒嫌疑 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分析研盘 和这个核实侦查 那么发现呢 这个他们有一定的规律性 比如说隔个几天 去到武汉去进货 只是每次去购买毒品 这个可能孙某跟他的上家 就武汉贩卖毒品的这个上家 可能比较连心密切一点 所以每次呢 都是由孙某单独的到武汉 去购买毒品 但是毒资是由张某和孙某两个人 共同筹集的 并且这个毒品购买回来以后呢 也是由孙某和张某两个人 分别在南京进行贩卖 给他们各自的下架 调查的时候就发现 孙某除了这个贩卖毒品以外 平常都随身携带一支手枪 所以我们发现他去了武汉以后 我们就派了前行跟踪 齐前的到武汉 然后跟着他一路回来 这样嘛就保证了 我们实时掌握他的行踪 那么时机成熟了以后呢 我们就准备受网 这起来啊 开会啊 根据情报 嫌疑人家驾驶红色 十八路交涉 今天晚上从武汉开车运动 归零 我把分组去玩 先讲一下 一组二组 或者前行 分中 三组四组 四卡堵戒 五组在前方 试试揽戒 抓捕之后 定书正元 嫌疑人 多久点 这个心底压约 出情报 心底压约那个点 嫌疑人 也可能 卸有强制 这抓捕工程中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对个时 晚八点 准时出发 按照劳力管理 为了运输 我们这次行动成功 给大家 在群里面发个红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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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 黄峰峰警官 黄警官您好 黄峰峰 您好 欢迎您 请坐 这些家伙手里边可都有枪啊 但是我们这些干警 面对持枪的歹徒的时候 表现的都非常的从容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南京市公安局近夜分局 他每年都会不经期的组织一些抓捕培训 我们是按实战的要求 抓捕的对象是真枪 真刀 真家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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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